有人说中国就不应该有国企 46万家国企最好全部私有化 卷卷更健康 但你想过吗 私企卷科研卷开发 解决老百姓的痛点 那都是手段 挣钱才是目的 愿意花几十年 花上千亿 亏钱要攻破难题的 恐怕只有国企 有人吐槽国家电网 一边垄断还一边亏钱 但为了让70万穿造农牧民用商店 他完成了世界电力史上 施工难度最大的输编店工程 1500公里的线路全是山路 很多地方只能靠马帮运设备 要爬四个小时的山 才到达施工点 有人吐槽中国邮政 送的慢态度还差 但他们顶着洪灾 踩着烂泥 也会让住在大梁山深处的女孩 亲自签收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而且上到珠峰大本营 远到南沙群岛 甚至在南极的科考站 你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有人吐槽中石油中石化 油卖的太贵了 可他们常年都在上市公司 缴税额的前五名 而剩下的三名 不是杰克马帮尼马 也不是什么大自然的搬运工 而是清一色的国企 雪糕里可能有刺客 但暴风雪一来 电费先涨200倍的事 在中国绝不可能出现 虽然提到国企 我们想到的都是 编制上岸不卷了 但国企的平稳 可不止铁饭碗这么简单 让再偏远的地区 都有民生保障 才叫平 在全球经济地震的时候 守住国家运行底线 让我们衣食无垠才叫稳